紧紧的咬住了内蒙 所以说这盘棋 北京和内蒙彼此之间 又都想战胜对方 保持自己的 优势的积分状态 还有一个 尤其内蒙还要防着追兵 所以这盘棋很纠结 我们一边看时代 一边给大家说比赛的进程 那么蒋川 冰淇淋 这也是蒋川一个常用的下法 他可能对这个变化 也是研究颇深的 足迹进一 洪志的特点 就是下棋比较灵活 不拘一格 很少走那种流行布局 他就选择这种对兵局 见招拆招 因为今天我们是直播 这个棋谱是刚刚 从网上我们传过来的 棋手们是在今天的 上午8点半 在上海的同济大学 开战的 这次我们的联赛 好像是第一次进入大学 在大学中开战 原来好像还没有过 在大学中举办联赛 是吧 好像最近像其往大学里面的 推广的活动还是挺多的 前些日子不久 好像蒋川和谢军老师 去北京大学 做了一个表演 这也是个好事 我们也是比较重视 现在大学生的文娱生活 对挺好的 那么蒋川炮平三 这是常用下法 这是对兵局转兵笔炮 向三进五 这个比较稳健 除了这个向三进五 黑帽还有好多种下法 很多种下法 比较积极的是像炮八平五 炮八平五 这个是比较积极的 它倒不怕你 它当然红帆又比较激烈的 就冲了 中兵就气掉了 对 假设咱们先简单的 给大家演变一下 我们给大家摆摆吧 有的亲密朋友总是问我 为什么就这个 其实不能拱兵 或者是说 这拱兵会带来什么样的 一个后面的一个变化 对 其实也不是不能拱 这个时候有可能 就是很激烈的 打掉了 就很激烈 这个气 按冲掉 黑方 黑方可能就长炮了 就炮二进二 对 就长炮了 这时候如果你要打枪 它就上架 就上架 然后红帮点 这安民你得解杀 你解杀的时候 拼四 他就马七进六 对 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也好 掌局也好 反正他就是黑方 虽然丢了一个底下 让你过离兵 但是出自速度 现在明显黑方领先了 而且掌局以后 双炮 加上这个局 有可能今后两个局 都以一种很奇特的方式出动 对 红帮为什么不选择 这个就是因为刚开始几步棋 就短兵相接了 是吧 不好控制局面 而且红志 毕竟蒋川对这个棋 肯定是有很深的研究 这盘棋的背景 刚才也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 这个内蒙古 这个伊太相机队 他前有阻截 后有追兵 他还是希望能保 先保住前六的基础上 看名次能不能再往前挪一挪 所以他这盘棋 选择的也是 比较稳健的一路 这个变化 当然除了这个炮八屏幕 还有炮二屏幕 炮二屏幕 这就另有一些 这个一类的变化 这是小当头 对 这是小当头 其实就是对兵局 对这个兵底炮 咱们原来说了 先人指路对足底炮 这个棋 等于变成了 红方先手当后手下 对 我学棋的时候 我老觉得红方白便宜的 招兵器进一那感觉 但是这个其实里边还不太一样 是吧 有时候你走完这个兵呢 可能在这个局面上 会出现另一个问题 对 有的时候把这个先手 你炸了到底到中间 是不是先手 会不会给你带来负面的影响 有可能到时候会被人利用 这个就不好说了 有可能你这个兵拱起来之后 可能是制约了对方 但尤其有可能又反过来 被人家一种战术手段去利用 就像有的军朋友经常问 这个飞向和知识上来 先吃上好不好 对 比如说第一步 人家老问上市好不好 对 对 我们的解决方案就是上市吧 是防守 对吧 这个是正面的 但是负面的就是人家一会去 比如说凭哪个雷道 人家很直接就占领你的雷道 一般开局第一步是很少有上市的 都是走飞向 因为二路线实际也是一个通道 过渡的线 一个子力调动的通道 所以一般情况下 不是是很少的 如果防守行就是飞向去 那么这盘棋 红质还是比较稳健 前三级五 红方马尔金一 这是比较正常的快速出子的办法 对 这个也是一个布局套路 发展到现在很正常 下来这 是否还有 这个棋红方呢 就是如果积极的下 有炮八平五的下 就炮八平五了 炮八平五以后呢 这时候黑方一般是 炮八金四封锁 这个 鞠配合起来 对 快速的把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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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鞭之后 与鞠炮配合 威胁你的七路马 这样你七路马 就必须要转移 对 这样转移之后 中路就露出破绽 对 这也是红旗 这是它的 可以双骑兵的一个 总体构思 对 一个可行的一个 当然这以下变化 都非常复杂了 对 那么我们时间有限 就不讲了 但是这呢 我要给大家提个醒 在哪呢 有很多汽手 这说啊 骑兵的时候 他有时候选择不对 他有时候 他记普 他可能记得比较混乱 有点区别 有时候可能先骑这个 但你要先骑这个 恐怕变化就略有不同 不一样 是吧 等你再骑这个的时候 他可能不拱你了 他可能作为一种局面的均衡 一种交换 你过去 无非就是来攻我的马 那么我呢 我就直接过冰 直接过冰了是吧 对攻了 对 就对攻了 然后你要是吃我呢 他实际的目的 也是破坏你这种双骑兵的构思 然后你要如果吃这个呢 他一拱你一下 你要退的话 这样又难说了 退的话 人补个式 你一拱 他也退一个 一人退一个 但是呢 咱们大家随便 也不是退个新马吧 就是 你给黑方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对 人就补个式 你一冲 人就退一个 这样你一个我一个 一个 一人一个的情况下呢 这边呢 他把你拘先暂时封锁住了 完了这边的 好像黑方也还新马 拘马炮足吧 就马跳下来拘出了吧 他很活 他对你这个影响力啊 也是很大 我看对这个拘也 对拘也行 马七斤六 这不还踩中斤的吗 中斤给你了 但是你这个地方夸夸这两脚也行 而且呢 他退这马 还有一什么好处呢 即使你炮打了中族 他这马看着响了 等于他没有什么太大的风险 而且打完中族 他这炮的闪击呢 还有一些小战术变化 对 这样所以没有必要 所以这个 这个旗友朋友们 就是这个气冰有时候啊 他不是说随便买的气都行的 孟老师在这里提醒大家了 提醒大家 这是一个小地方 好像我也那个不曾那个研究过 对 我觉得也是两个差不太多的意思 在这里边有很大差别 有点细节 所以向其讲究的是比较次序的地方 对 这个次序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那么这盘旗呢 这盘旗呢 这个蒋川呢 实际上他没走炮八平五 他走的是马八进七 马八进七 这种旗就是一个稳健的布阵 对 其实现在他看到了这个黑方 这边啊 很难处理 其实这边黑方已经处理的 非常的好了 这个结构对于黑方来说 在这一侧是黑方得分了 但是在黑方的这个另一侧呢 这个鞠马炮按兵没动 按兵没动 蒋川这个考虑可能也跟这个双方抽的这个对阵形式有关系 对对对 今天北京队对内蒙古队是张强和蒋川开先 两个开先 然后王岳飞和金波开后 虽然内蒙古队这个追追北京队可能是没有希望了 因为差3.5分的追不上了 但是北京队还要往前追着好像 对对 是吧 对 所以呢这个开局选择这么稳健 然后想稳住求胜 是 也有道理 他希望北京队也是希望我们把名词往前提升 对 内蒙古队主要是防这个江苏队的反超 因为他们俩好像只差0.5分 对就是这意思 场分只差0.5 这太威名好了 那今年的这个内蒙古队这个王天一驻镇 他们又怎么样啊 我感觉上 总体来说 总体来说还是正常吧 因为 首先在今年的团体赛的时候 这个内蒙古是夺冠了 但是当时呢 因为是我们相甲联赛 这个曾经相甲联赛是锦标赛 回归到这个 就是先分出去了 先作为商业比赛分出去了 那么相甲队伍呢 就回到了团体赛 团体赛就仪族和甲族不分了 各一块了 但是很多相甲骑队的骑手 为了可能保存实力调整状态吧 团体赛中他没有参赛 哦 是这样 那么其他各队实力有所削弱的情况下呢 那么这个他们是全员 内蒙古 四的 一太全员上阵 在王天一 这个外籍人的那个什么 帅领下 帅领下 就是属于夺冠了 但是呢 不能依此就认为 他就是非常的超强 因为虽然说王天一现在状态很好 因为相甲队队伍各个都不弱啊 对 洪志的状态也还可以吧 但今天洪志发挥的也不是特别理想 对 好像是 其他两名棋手呢 跟其他外队的较量呢 也不一定占得上风 对 其他两名棋手可能还是偏弱的呢 现在这个位置应该还可以 还属于正常啊 还属于 并不是说时长太多什么的 还可以 对 但是我觉得有这个内蒙古 这个一台三柱参加这个比赛啊 将来往边陨山区 我觉得对象棋发展还是个好事啊 那倒是 好 我们接着看 马八进七 这个时候呢 选择了是 马八进七 泡八进四 泡八进四 对 泡八进四 像七 舒服啊 对 你拐箭完了正好十六进五 下招居九平六一抓你 不舒服 跳正马呢 这个结构和联系好像又不是很理想 所以他索性就不动了 是吧 所以如果要走这个的话 恐怕都可能就是那边我干不动了 我可能先不让你跳上去 然后呢 我待会可能就采取这种掌距方式 这也是一个想法 然后可能看能踩这兵啊 还是有一些什么手段 再看 对 我们提供给大家一个思路啊 泡八进五 对 但是这招棋呢 这是已经飞 然后他飞下 飞下 对 他这招棋的构思呢 就是说什么呀 我先第一封锁你 第二牵制住你的中兵 中兵牵制之后呢 他的思路 你看下一招 这黑方思路很连贯 好好平三 是吧 就是我们有时候学习这个高手的棋呢 就是看他这个思路的连贯性 对 不要把他每招都分在看 哎呀 他这招挺好 那招他不是分着的 实际上你看 红制这两步棋 浸泡风鞠 压缩 压缩你的空间 而且呢 这个 描住你的中兵 而且这个风鞠很有讲 就在哪 有 我说我也看一些爱好者朋友们 有时候下棋就直接 这是这摁的死 这摁的多死 对 是吧 一下你就没空间了 但是像这种封锁 你自己的腾挪余地也很少 对 你自己的控制面 对 控制的面很少 你只是封锁它了 你没有什么闪击的余地 说我瓶炮闪击很少 当然也有类似战术 但是在 经常是在对调的情况 我感觉这种封锁 就是80%都会封锁 这个灵动 对 一般封锁有封锁了 封锁了 封锁 但是都有 这四种 对 这个点 这个点都有 不同情况有不同的 还要根据其他子力 怎么配合它 但是感觉上这个更多 可能70%80% 都要送到这个位置 必定是冰线 那么飞翔以后 这就是它的一个连贯思路 对 准备就是通过这个炮 对它马的一种隐隐约约的威胁 我们所说威胁 不是说立刻叫吃你 对 指不定是拾不起以后 突然发现这炮 挺好的 它是蓄力待发 你看这都是蓄着 你先瞄着你 鞠炮 隐隐约约 它是有呼应的 所以相机的魅力就在这 是吧 不是马上就开打 是走着走着 你突然发现那招棋挺有用的 高手就是这样 对 所以我们学习高手的对局 往往就是要看它思路的连关性 不能单看有这妙手 这弃鞠了 挺精彩 当然这个是我们欣赏 虽然那个也很精彩 对 但是它怎么形成的 这个精彩局面 就是因为它前面的这些 有连贯的思路 最后可能成就了一个夹局 对 所以我们以后打棋谱的时候 除了看大杀 大坎民地局 也要多看看棋手的布局 终局的前阶 要看看细节 炮尔平三 我们一会看看炮尔平三有什么用 不是 那么它现在讲出来很清楚 你是准备来威秀这马 而且这个马如不能动 一动你就先手打僵就对局 吃我一窝鞠 还打了我一兵 对它总是先防一个马 亏了 那么我补试加强中路 然后准备快速开局 对 这样足三进一冲 对 红志现在还是 也是对这边的出子吧 它是找不到好的一个 特别好的方向 主要是这个马不好定位 对 我原来有时候下到这种布局的时候 这其实也是经常下到的 下到这种布局的时候 实际我倒特希望刚开始 说换中炮 咱俩下中炮 反攻马 大杀大杆一番 但是下到这实际有时候 我原来下遇到这局面 我也很纠结的 就是主要是这边的 主要是右翼的子 老是不知道怎么开 对 尤其这个向的问题 你最主要是边把 跳不上来 跳边把 拱边边 完了平边炮 你有问题 就是这意思 但是这历史遗留问题 你又改不了 对 那么红志这盘期 实际也是就给大家提供了一种 很好的思路 出子的方法 出子的方法 解决问题的方法 被的足三进一 足三进一 就是说我那边不太好动的情况下 我可以暂时先不动 我就不动了 用别的脚来解决这个动的问题 我先看看局面的发展 随着这局面发展变化 我的这边的居马 可能就有更好的一个出路 对 它也是在选择 是 这是一种思维方式 就是走不好就不走 走不好就不走 平起进一 拱了 拱了 这个肯定要拱 完了就打掉 泡三进五 打掉 这个吃掉 吃掉 换了 好 换掉 吃掉 刚刚开始动了 打掉之后 这个棋现在就是黑方 一看 就是在这一侧已经明朗了 现在这个局面的发展 是红方过了一个兵 当然黑方可以飞掉的 但是你要浪费一步棋 对不对 那你说飞 现在的局面 实际黑方的出子速度 就是 还是这边的问题 对 也就是有可能 如果这边处理好 黑方出子速度会领先的 为什么 这边已经领先了 毕竟封住了 这边已经得分了 现在只要黑方在这一侧 能跟红方能拉近距离 可能这个棋 黑方就是后手棋 已经还不错 还可以抗衡了 是吧 那么现在 红只选择了 这个马尔金一 那他跳上来了 就跳出来了 是吧 那有可能就跳上 也可能就飞了 也可以 你要直接打 他平在这也是有点 他可能你要直接打 他就飞了 是吧 他顺势把你吃了 然后待会再捉泡 你也不敢 你要看上还是无根 还是无根是吧 同样封居 人家是有根 你无根 你发展下去有点被动 而且这个马活 你现在这个马位置太差 最主要是红方编码的问题 我们老远就能看到这个编码 所以说这招骑是帮忙 不能走这 但是他平台也不乐意 平台人家出来了 所以他还是想形式上的 顺便来通驻 他的马尔金六 对 那么如果你要是 这时候说你要是出狙的话 他可能他不动也可以 反正你非有的打兵 或者他要动 他可以打下狙 你再捉兵 他可能再看上 最主要是你狙片 他可以抛弃兵 他人家打你 完了你再捉 他再看上 反正你要对狙 交换完了 他不再 对狙的时候 反正我把这兵打掉了 对 这边也是难免一对 这样我可能残局 就下到残局了 就有个兵 可能好下一点吧 位置也差不多 这样我想黑的 是不是就飞掉了算了 对 黑方呢 洪志对这盘棋 我觉得他还是有点想法的 有点想法 他并没有简单的 跟你对对决 反正这棋已经 这咬中兵已经是不错了 他呢 就飞掉 后手也有点想法 这个洪志的棋风 他不论先后手的 对 因为指着 包括王天一是吧 不论先后手 指着他们俩迎棋 就得迎棋 我们有一些特技大师高手 他们先后手 对于他们来说都一样 反正我 每盘棋 我都是尽全力 我要征兽 我们来看看江苏对谁 江苏今天对成都 江苏对成都 江苏对成都 那也是硬仗 因为江苏是有机会进前六的 他会拼命 那成都呢 要保证 他要跟上海队争这个第二名 对 现在成都48分 上海队46.5 这个也很微妙 如果一输一赢 那就追上了三分 好像是 对 赢一场是三分 但是成都 在整个的后半城 这赛季 到了这下会 也有点可惜 我看24轮 上海队 那广东队得冠的时候 成都队意外的输给了杭州队 否则的话 成都队还能在后面 不过追赶的 也正常 也正常 正常归正常 就是因为咱们看不到了 最后冠军能坚持到最后一轮 所以觉得略微有点厉害 我们是一直希望冠军能在最后一轮中拼搏出来 结果去年和今年好像都是提前了两轮 去年是两轮 对 向甲到现在已经是十二届了吧 是 十二届 零三年 零三年第一届 然后广东队今年是五连贯 不是五连贯 他是得了五次冠军 五次冠军 然后上海两次 然后北京两次 湖北两次 湖北两次 黑龙江一次 对 对吧 这都是现在棋坛的近旅 对 这个广东队好像最后几轮 好像吕青老师也上场了 对 最后的 包括好像最后的赛会 胡老师也上场了 对 对 胡老师还赢棋了 又赢棋了 对 在七十大寿的时候 然后上场 去年的联赛 他也是这个 也是最后上了三场 他都赢了 胜率 我们说了要开玩笑说胜率 他冠军了 百分之百 是 今年联赛闭幕式的开幕那天 好像正好又赶上胡老师的 七十大寿 七十大寿 对 好像在给他庆祝的时候 然后一兴奋就上去了 上去还赢棋了 好 我们回过来 打掉 打掉 他实战打了 打掉 然后 西普传过来是向三退伍 向三退伍 对 你看 他通过这个 吃兵 他如果刚才直接飞兵的话 他是一个后手飞兵 那么红方就有很从容的腾挪出子的机会 对 现在他先手 他现在先手 而且把飞完兵之后回向还是个先手 桌炮 腾出了G1平2和G1平3 两条好位 那么红方也没有办法 封不住了 先把马封住 这是必须的 G1平3先手出 你看他这边刚才说了红之这边处理好的话 其实黑方还是有想法了 这个棋黑方处理到现在 我觉得应该是满意了 这边G1出来了 马先手出来了 也不错 而且这边的封锁仍然含着中兵 对 主要红方多一三兵 但是中兵已经是在人家 关键就在于这个马 这个马位 虽然就是编马 人家是活的 人家随时能跳 你这个一时半会儿还不太好动画 那是不是有点想法了 现在 跑七平六 我们看实战 这是不是就 这时候就可以 打了 可以打了吧 再不打就打不着了 再打跑了 是吧 打了 打了 这样 杀掉 他走的是 没杀 他没吃 他走的是泡六剑五 这个棋 我觉得你看好黑方更多一点 我看好黑方更多一些 好 那么这个棋现在是踩了一脚 对 马二剑三灯 马二剑三踩一脚 然后泡五退一 泡五退一 跳就跳上去了 马三剑五跳了 对 这个棋它不能再迟疑了 如果让红方再断成这条线的话 那么黑的恐怕真的就有想法了 下到这儿 虽然黑的还比较满意 但是还属于一种很纠缠的局面 闭电数码还没进入 对 如果让他居三进入走到 那么红方彻底出于手势 恐怕就前景非常的不妙 那马三进入 好 然后是居三进入 对 吃 那么居三进入一吃 好 马五进入往上跳 跳 那么下到这儿 这个棋 就是红方准备 也是采取一些反击 对 那么黑方现在怎么应付到时候 确实也是一个当前必须要硬的问题 看它怎么解决 对 我们先看看前方 是不是有些短片 可以看一下 对 我们先看看短片 再看黑方是怎么硬化解的 我们先看看赛场上是什么情况 对 这应该是校园吧 这同济大学校园 对 我还真没去过 是吧 因为这个棋手们现在都拍这个 对 对 这赛场还挺漂亮的 这是 这是同济大学的运动场 运动馆 对 对 这个是成明和郑维童 对 郑维童是咱们今年的新科状元 对 个人赛冠军 个人赛是第18位全国男子冠军 对 非常年轻 非常优秀的棋手 才20岁 只有20岁 是吧 90后 对 20岁 成明 成明的棋手是咱们北京的威凯杯 就是北京队的赞助商 在组 举办的威凯杯比赛中获得冠军 成为了相机大师 是吧 对 万春林队寻川 这是今天他们俩在下吧 对 这个在下 这个寻川的应该很轻松了 他们已经是冠军了 但是万春林有点压力 但是昨天那个上海 昨天广东队得完冠军以后输给了成都队 说的是 好像我昨天打电话 他们说有点放松 稍微有点卸尽 主要是没有那么紧了 对 他觉得已经可以休息 因为寻川也挺累的 参加完个人赛 好像又参加了很多比赛 对 现在有点累了 对 好 这是万春林 因为上海队现在还要 这是对蒋川 这是我们讲的这盘戏 就是讲的这盘 对 还在下 其实我们还在下 我们的棋谱是现船过来的 对 北京队 这场也是 内蒙 现在压力可能更大一些 对 北京队反正还挺好 他这个校园还挺很漂亮 没去过 以后有机会应该可以看看 是吧 对 我们也希望整体往学校多走一点 对 那么现在下层镇 这个项目近期是一个官子了 因为这个绝对不允许邦进去 这邦进去的那他就有一些纠缠了 虽然居没有出 但是他这边只要有纠缠 红方想放手一搏 黑方想放手一搏很难的 那么现在飞起来之后 红方是不是 居九平八 居九平八出来 赶快速出居了 对 因为他现在有一个肋炮 他今后居还是可以抬起来 他想别吗 对 他居还是可以抬起来 所以这时候 马一进三赶紧跳 别住有点问题 对 这个交换 他就换了 换了 换了 换了就简化一点了 简化一点 但是黑方还是稍好一点 黑方这个马可以沿着 他飞向了 既顶了马 自己的马路又拓宽了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东西不够多 对 因为物质上 越换东西越少 对 物质上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 这样他走的是G3 退3吃完了 然后炮流退4 炮流退4 准备还个中炮 对 还个中炮 现在因为中炮是黑方的优势所在 对 必须想办法抵消它 或者制约它 而且炮在这也没什么用 对 所以他这时候退炮 准备架中炮反击 我觉得他要是很冒失的走 那就这盘棋红质就乐了 是吧 那你随便讲 所以奇迷朋友有时候就是一心问 来吧 下去吧先 但是我们很多奇迷朋友都知道 有一句谚语 也是俗话 就单狙滑跑瞎胡闹 对 马跟不上了 你要真平跑 他弄跑就瞪着眼就跳马 然后你将他上老将都不怕 反正你马被别死了 对 这有一点鲁马 你要也平跑 他可能跳这个马 这样的话 他就上老将 这边蹦到这个位置就厉害了 这马蹦两脚就厉害了 所以他刚才赶紧回吧 你不回吧 他可能就跳到这个位置来了 所以高手就是这样 然后是15退6 打僵了吗 居四平二 居四平五 15退6 他是不是刚才支的那个 刚才支的16进五 刚才支的那个 现在15退6 对 然后炮七平六 对 他不捞市的话 人家冰三进一就过冰了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炮七平六 但是总的来说 14进五又支了一个 倒是下 我倒了一下 对 这基本上 基本上就已经都没得动了 对 然后走的是 G二平七平了一个 炮六进四又进去了 炮六进四又进去了 G七平五 G七平五 又平这来了 炮六退三 摘个炮吧 炮五平六 对 准备过足 对 15进六 15进六 租五进一 租五进一 G五平八 就是平八 然后G五平三 G五平三 这个骑基本就 B三第一 已经就定格了 应该是 对 因为物质实际是不太 下到这儿就没 下到这儿就没 没有骑普了 我的骑普就到这里 下到这儿 基本应该是 这骑就合骑了 好像这骑就到这儿结束了 因为你也不敢飞 你飞了 它恐怕就要杀士了 杀士吧 你的中足也很难保住 对 这个骑基本上 对完这马的时候 就已经趋于平和了 对 就双方我们估计 心态也平和了 也就是接受 这个合骑的一个状态 对 那么这盘骑 我觉得洪志在这个布局 尤其在这边 出子的方式上 也是给我们大家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 这盘骑 就是双方下的 也都比较紧凑 当然蒋川 这种手段 然后后来逼着你来 对局腾柔 能进能退 一看形势不着撤 一看这骑机会不多了 对 就赶紧收兵 对 那么这盘骑 现在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好 我们稍后会给大家 介绍另一盘精彩队局 好像是郑维彤 对 还有骑普是吧 郑维彤还有那个对阵 对成名 是赵欣欣 下面赵欣欣 传过来的骑普 是赵欣欣是吧 我现在还没拿到骑普 赵欣欣对谁 你看看 对阵表是吧 赵欣欣 赵欣欣欣先手对赵金城 好 我们待一会儿回来 好 好 好 亲民朋友们 欢迎您回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呢 带给您的是赵欣欣对赵金城的对局 浙江队赵欣欣对这个山东 对 因为现在呢 我想现在是十一点半哈 比赛应该正是最激烈的时候哈 我们我们的比赛应该是六十加三十的时间 对对对 因为这时候应该也是快结束了吧 差不多了 对 已经见分晓了 反正不结束也就在那拍快棋了啊 那么赵欣欣呢 这个棋手大家都很清楚了 全国冠军很年轻 好 回来看看我们的对局 赵欣欣是冰期禁一 来 向三近五 怕冰五 赵欣欣下棋还是比较积极的 他那个有时候网友我看 有时候给他一个起了个外号 叫什么六脉神剑 有这么一个 但是他这个外号呢 也体现出他可能有点不稳定 这个就是发发射出去很厉害 但有时候没发出去 也哑了 所以说看这盘棋 我昨天晚上做功课的时候 看到最新的一个 就是最有价值起手 或者是说排行榜 身手榜 好像排名第一 王天一 还有徐春 好像还有赵欣欣是并列的 他们几个人都接近 这次发挥的也是 赵欣欣是浙江队的主力 虽然浙江队现在的成绩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他个人成绩还是不错的 他作为主力如果再不发挥 恐怕现在就不是这成绩了 恐怕就要降组了 是啊 足迹进一 马上进三 赵欣欣是非常喜欢走中炮布局的 他经常是走个仙人指路什么 最后还换成中炮 但是你发现我打欺负的时候 年轻骑手就走中炮的多一点 因为年轻骑手可能用功一些 中炮类布局拆的比较多 老骑手有时候 凭着自己丰富的邻居经验来周旋 你像胡老师现在这么大岁数了 他不可能再天天去打欺负了 对肯定降三进我就飞上去了 我估计 但是凭他的功力是没有问题 七九兵半 转成中炮了 这时候他也没有选择过河局 如果要是选择过河局的话 恐怕也有可能遭受马七斤落 锁马盘河的这种攻击 也有可能十四进五 也有可能是七马局 对也有可能十四进五 或者什么高区宝马都有可能 那么张云新这时候 觉得我这局 因为走子次序变了 因为前面如果你不封 很有可能黑方会采取封局的手段 对 但现在这个局面 恐怕他也不怕你封局了 他局面已经格局变了 多菲律着像 比较逗中局了 他肯定觉得他中局力量还可以 他保留这个过河局 经过也有可能有别的发展 这都是很正常的 那么现在黑方的抉择了 总要封一头 封这个 封这个 封那个他就进去 反正你封这个他就进 你封那个他也 但你要封这个的话 他局而进六了 因为你看 其实如果你封这个的话 他局而进六 局而进六你也 不是你这个时候可能只有 我肯定不是压你 你现在要冰三进一是吧 对 或者你马其筋勒 我可能抓你一下 那你让我踩进去 让你马其筋勒跳起来 这样你这个炮就在我的威胁之内了 或者说你封这个 你封这个我局八进六呗 他可能是不是封这个 感觉好一点 那我也进去 实战中他是走的 还是炮二进四 炮二进四 这两个封倒是都有 都有 但是只得封一个 不能让他两个都长起来 对这肯定要封你 要是让他这俩都走着 就不用下 那就没法下了 对 这个红方左安 这个鞠二进六 他是非常希望你走走马盘河 因为在走马盘河布局中 是有这么一个局面的 就是在这个局面下 是有这么一个局面的 黑方有几种选择 其中有炮二进四 对 那么这个结论是红方好一些 所以他希望你马其筋勒 现在跳起来 所以我说刚才 为什么我要封可能封这个 就是我回避这个变化 因为这个变化应该是红的 就是比较好 那黑方现在 除了马其筋勒 有没有别的选择 看他实战走什么了 那是有什么平炮对居了 他走的是泡泡推一 这招棋很奇特了 这招棋可能是临场应变了 因为赵金城也是很熟悉 这个左马盘河布局的 所以他也知道这个变化 恐怕他占到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他又不愿意平炮对居 平炮对居 他也是担心人家 他不能压 这有打 但是他担心人可能对了 只有马七筋六 就是啊 马一筋六 他担心你说的那个变化 对 就是说如果你平炮对居 他对掉 对掉吃掉 他一马七筋六 你现在这个炮你就很痛苦 你还得走 主要是中兵没了 如果你敢打这个的 他可能就不要比像 打完之后打中兵 这边吃个这个 关键他这个马 你要打像他马活了 这个残局红方好 这个残局速度快 太快了 所以这个时候 张云诚 临场走的炮八成一 所以我觉得他当时可能还不如就选择封这个呢 就我回避这个变化 他没有你策略上算计的那么好 这关键 不是他肯定有他的想法 但这招棋显得有点 必须要回去 就后退了 对 这他退了 退的话 那他是不是 G403 吃了一下 又吃一下 又吃一下 马七筋六再挑 马七筋六 再挑 然后补个像 补个像 对 补个像 七筋六 这样的 他的想法就是说 如果你不吃这一馅的话 那么他今后这边可能有对冰的机会 对冰再吃了 再吃他可能随便退一下就完了 或者他下一招先走这个 他就是不让你循和鞠通了 或者他如果你要先带飞像 他可能下一招走这个 阵型就比较牢靠了 七八平七 抓你一下 让你自己 虽然这马带盘和很好 但是呢 但是还是被吊住 挡着鞠 吊住 而且你把鞠挡住了 所以他这个时候再选择不像 他这个非常的细腻 这个下法 不是 完了是 不是 知识 完了 这时候再来 聚三平四 他多补了一招棋 再退 马带盘退棋 马带盘上来了 倒吗 准备倒了 他终于上来了 他等于他跟黑方做了一个交换 对 这个交换呢 就是说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你去担保这个像的话 那他也许可能就真的可以对兵 直接对兵 你抓马他就缩回去 他也跟你学 其实黑方对起兵来 黑方还是比较满意 对 河总阵营还是比较满意 如果刚才直接飞像 你对兵 你抓他 他就退回去 他跟你学 他也从这边转 是不是 这样把唯一的弱点削弱之后 解除之后 那么红方的先手 所以红方这区次 平时还是比较必要的一个次序 他等于通过这个次序 等于让你直了个试 对 然后再把你顶回去 你等于这时候应该对兵 你没对 你去直试了 然后他就把这个棋抢出来 现在你对不了兵了 你对了兵这边好像 他还是要对 到时候有一些问题 还是要对 还是要对 他不对 他没得走了 对 是吧 不对 受不了也 然后你就白踩了 也受不了 马主三进一 炮四瓶三 这个刺激很好 这个弄得你挺难受的 这马也不能跳 只能躲爆了 这个挺难受的 炮四瓶三这牵手 黑方有点尴尬 挺难受 只有炮击瓶 炮击瓶一朵 拱了 吃了 马五进气跳 这样红方的阵型非常好 通过这一打之后 三路炮 对黑方一一约约的七路线 有一个威胁 对 今后可能会被利用 对 压上 对掉 对 对掉 七八进九 马三圈 炮就打掉 先得实惠 这样好像红方一点一点的往里切入了 对 这种棋的特点就是红方的阵型非常的稳固 就是它没什么毛病 它一点一点搓你 它一点一点 它对你老是保持一种威胁状态 它不一定动手 但是它就老这么瞄着你 你动不了 你看这马 你没丢上 是不是 今后有机会的时候 它还想吃这瓶 打一下马 就把这瓶吃了 对 然后还立刻把炮挪到这条线上来 在背面也可以采取一些攻势 对 这样黑的马二进三踢 对 踢 鸡 鸡一吧 鸡一牵制 这不能下 下就吃了 对 下有危险 但是它这牵制也是很难受的 最眼前的就打着像吃着马 对 你看看这个刚好的棋子 左边跟右边联系的特别好 它这就不动脑子 我现在吃的东西呢 对 现在拐吃像了 对 现在你得应对 只有马七进八跳 马七进八一跳 顶住 鸡四平二 鸡四平二 顶住 这个黑棋现在很难腾挪 他把它顶住了 可能也找不到 没个吓人 主要你俩炮现在在这有点虚了 是吧 想办法能不能把这炮晕回去呢 比如说 但你平台可能又怕它打 打你 对 马回去 炮又回不去了 对 他也怕打 所以这个也挺难受 他要能把这炮想办法运回去 它就是这两个炮 现在有点空 有点虚 尤其是这也发了炮 双炮过河这布局 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封锁力很强 但是反击力比较弱 只要人家 它封锁对方 主力子力 主要子力 如果人家能穿越它这个封锁 像这都穿越了 都出去了 都打到外线去了 那么这个的反击力就弱一些 是吧 实际这时候 它就想办法 应该还是 这炮 但是它回去好像也挺困的 它怎么能回去 甭管是哪条线 它把它绕回去 还是很必要的 你看它有一个居三平四 它的意思是 先把马顶住 先控制你 然后一会儿再 有机会 还是互相牵制一下 至少我今天出现一些故障的时候 我这是还牵制 那我 你跳一下进鞠 就死风 死风不让我过去 你走这个 那我马上去了 你马暂时没到 只能往这儿跳 反正过去你不害怕吗 反正也是一种思路 我这个也能过去 对 也是一种思路 我觉得这期黑的有点血 实战是什么 你看看它走什么 G8介舞僵了一下 G8介舞僵 僵舞僵一 G8退一 有一退 它过了 是要过了 还是过了 看来你的感觉还是很好的 因为这招好像 这个就是 对 这招感觉很好 是吧 还是打 我感觉也不错 但是就属于被动防守 你防的不错 防的不错 但是也很危险 你看 马蜆剑6 我还真是没看到后面 G3介 这个没有办法 他补了个试 他没我那么积极 我肯定就想办法 这个棋手 往往在这时候 他不会着急动手的 因为你也不敢打 他只要不让你先手打将就行 他不让你先手打将 因为你要先手打将 先补一个吧 先补一个 我赞同 对 足够经营 这也是没有办法了 G8平3 跑到那边去了 折腾 折腾 他给这马腾倒了 要不然你平过来 他进不去 他一平之 你这炮也不敢打 他这马蹬蹬两脚 腾倒了 对 好骑 马骑进吧 马骑进吧 一踩 这个麻烦了 这个骑 一抓 这要入局了吧 这个要入局 这马进去了 就不好办了 黑方也是拼命的反击 黑方没办法了 黑方守不住了 最后一搏 马骑进 15推 14推 G3 这不行了 抓 还有几度咱们给大家摆一摆 一跳 G3平6 这个不行了 破试了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什么抵抗了 马骑进 马骑进 换了 吃了 但是吃了也来不及了 一将 这将死了 没办法了 只能G3 退罢了 然后人家还说吃G还不吃 人家要白吃 这太痛苦了 这输了 下到这儿 这个棋就认输了 应该是认输了 这个棋 那么这盘棋 我觉得 赵云新就在局面的把控能力上 非常的老道 这么看 好像杭州队又有希望了 是吧 对 这盘赢了 总是先赢一盘 要看另外三位队友的状态了 对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那我感觉这个棋 就是可能在这两个封局上 可能赵金城就是 就是开局的策略上 还是被赵金星晃了一道 对 其实这时候他应该好好考虑考虑 是不是应该封这个 可能会另有变化 至少别让走到一个熟悉的阵型中去 好 观众朋友们 您接下来可能去关注中国相机的协会的网 然后去看看最终的结果 好 那谢谢大家 再见 好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再见